各位同学大家好 在接下来的单元课程中 老师将讲解几题与电导及电导系数有关的基础例题 希望透过电导公司几百分率电导公司的应用 可以让同学更加了解有关电导的相关基础运算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课程内容 例题练习有AB两导线 以至AB两导线的电阻值为0.5欧姆和0.2欧姆 按照提议首先第一小题必须求出AB两导线的电导值 由提议可以知道AB两导线的电阻值为0.5欧姆及0.2欧姆 所以数学式可以写为RA等于0.5 RB等于0.2欧姆 由之前所学的理论可以知道电导值可以描述成电阻值的导数 所以A导线的电导我们可以把它写为GA等于RA分之一 也就是等于0.5分之一 那它这样运算出来之后就可以等于2SIM B导线的电导可以写为GB等于RB分之一 等于0.2分之一 也就是等于5倍的SIM 以上就是第一小题的答案 第二小题询问 何者导电性较差 若以电导的观点来说的话 电导值越小就代表导电能力越差 电阻越大 从第一小题中可以看出A导线的电导值比较小 所以A导线的导电性会比较差 再看到列体练习 若铝的电阻系数为每公尺2.83乘上10的-8次方欧姆 标准认同的电阻系数为每公尺1.724乘上10的-8次方欧姆 试求铝的百分率电导系数 由之前的理论可以知道 若要将百分率电导系数以电阻系数来表示的话 就可以写出公式 伽玛百分比等于任意材料的电阻系数 分支标准认同的电阻系数 再乘上百分之百 再把题目给定铝的电阻系数 2.83乘上10的-8次方代入分母 标准认同的电阻系数 1.724乘上10的-8次方代入分子 经由计算就可以得到铝的百分率电导系数为60.8% 再观察一下这张表 常用材料的百分率电导系数 铝的百分率电导系数是60.8% 经由这一题的练习 我们就可以知道 各种材料的百分率电导系数 都可以由电阻系数 以百分率电导系数的公式算出来 再看到立体练习 以至金的百分率电导系数为71.8% 标准认同的电阻系数为每公尺 1.724乘上10的-8次方欧姆 是求金的电阻系数 依据百分率电导系数的公式 可以写出 伽玛百分比等于 任意材料的电阻系数分支标准认同的电阻系数 再乘上百分之百 若将题目所给定金的百分率电导系数 带入公式中的γ以及标准认同的电阻系数 1.724乘上10的-8次方带入公式的分子 接着用X表示金的电阻系数 在经由计算 就可以得到金的电阻系数为 每公尺2.4乘上10的-8次方欧姆 观察常用材料的电阻系数表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金的电阻系数就是 每公尺2.4乘上10的-8次方欧姆 所以从这一体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各种材料的电阻系数 也可以由百分率电导系数的公式求得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立体练习 由于导线的电导是20SIM 若将导线均匀拉长为原来长度的两倍 试求拉长之后的导线电导值 同学们可以想象一下 现在把一个圆柱状的物体均匀拉长 这个物体应该会变细而且变长 由于电导值的大小与物体的长度 以及界面积有关 所以当物体外观发生改变 物体的电导值当然会跟着改变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利用数学试来描述 这个物体外观的改变对电导值的影响 首先我们先描述体积与长度 还有截面积之间的关系 物体的体积可以把它看成 物体截面积乘上长度 若以数学试描述的话 就可以写为B等于A乘上L 接着进入这一题的解题流程 题目中所描述的导线 不管是拉长前或者是拉长后 导线的体积必然不变 以这一题来看 我们可以假设导线拉长前的截面积为A 长度为L 两者相乘的体积即为A即为B 接着依照题目所说 将导线长度拉长为原来的两倍 根据体积不变的观念 这时截面积应该要变为原来的1 2倍 这一题先跟你讲拉长前的电导是20 Simons 再跟你讲拉长后的电导是多少 所以我们的解题逻辑应该是利用拉长前 以次电导来推导拉长后的位置电导 首先拉长前的电导 我们利用数学试可以写成G甲 等于γ甲乘上L甲分之A甲 这一个电导值是20 Simons 拉长后的电导 我们可以写为G乙等于γ乘上L乘分之A乙 接下来我们将G乙利用G甲来表示 就可以知道两者之间的倍率关系 以至G乙等于γ乘上L乘分之A乙 因为拉长前与拉长后的导线拆字不变 所以γ乙等于γ甲 由提议可知拉长后的长度为拉长前的两倍 所以数学试可以写为L乙等于两倍的L甲 由前数体积的关系试可以知道 拉长后的截面积变成拉长前截面积的二分之一倍 所以写为A乙等于二分之一倍的A甲 将系数运算后就可以得到G乙等于四分之一倍的γ甲乘上L甲分之A甲 所以G乙这时候就等于四分之一倍的G甲 到这里可以看出拉长后的电导会是拉长前电导的四分之一倍 因为拉长前的导线 拉长前导线的电导是20SIMMS 所以我们可以推导出拉长后的导线电导 这时候是5SIMMS 从这一题可以看出来 导线拉长之后的导电能力会变差 从电阻的观点来看 就是电阻值变大了 好那这一个单元里面 我们跟同学讲了电导公式以及百分率电导公式的演算 那透过立体的演算 希望各位同学可以更了解 电导公式以及百分率电导公式的相关应用 以及相关的基础运算 本单元的课程讲解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 𝓴 𝓦𝓞 𝓾𝓃𝓂 岩懶懶懶 협焦